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154年 相当于南宋初年 在今天的西西里岛 有个国王 他的名字叫罗杰斯 西西里岛阿拉伯人早就知道 有火山 意大利的西西里岛 那么这个西西里岛呢 他的国王请了一位摩洛哥的地理学家 为这个国王画一幅世界地图 这个地理学家名字叫 艾德利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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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可以看出来 他基本上就是这样 这个地图对着观众这边 上面仍然是托罗密的画法 亚洲 欧洲 非洲 中间是地中海 那么然后这个非洲呢 北半部 北非基本正确靠着地中海 到了南部 非洲像个镰刀一样拐过来 那么这个拐过来的部分 和亚洲大陆之间所环抱的这个海 就叫印度洋 那么所以呢 欧洲和很多阿拉伯的地理学家 很长期的都以为 印度洋和地中海一样 是一个处在大陆环抱中间的一个海 地中海是在非洲和欧洲 东面是亚洲的包围之中 那么印度洋他们认为是在亚洲大陆 阿拉伯半岛红海和非洲的包围之中 他们一直有这样一个观念 不知道印度洋是一个开放的一个大亚 不知道的 那么所以这幅地图是有划时代意义的 那么这个地图呢 所以我们讲 到了李鹏担任委员长的时候 专门做了一个拷贝 做了一个 临摹了一下 作为礼物 送给了 独立以后 推翻了白人种族主义政权 这个曼德拉领导的那个非洲国民大会党 做个重要的礼物送给他们 这个南非的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的学生都非常高兴 这个证明原来在白人的眼中 非洲南非是一块被白人发现的土地 名字都没有的 叫South Africa 叫南非 那么这个地图证明他们和中国早就有往来 他们觉得非常非常高兴 我前面提到过 我们上个月南非的海军 还有一艘军舰访问上海 他的舰长在致辞中间讲 我们是六百年以后一个迟到的挥访 六百年以前你们中国人就到了我们那儿 我们没有能力去访问你们 那么这幅地图和金石大典图 它的重要意义 除了地图上的 对地图学地理学上的意义以外 那么对于我们理解 这个和下西洋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没有这幅地图 我们觉得 我们有正和航海图 我讲的像万里长江图一样的 一字排开 那么是不是古代的中国人 对这个世界准确的位置并不知道 只知道这个船 像闭的眼睛一样的 我们这个很多女同志 开车就没有方向感 东南西北搞不清楚的 那么是不是 这个古代的中国人 对非洲在什么地方 马来亚在什么地方 并不知道 只是到了什么地方 拐弯到什么地方 到了什么地方 拐弯往什么地方走 他并不知道这个地点 在一个 如果是天方地缘 如果这个地球 这个棋盘的话 在棋盘的哪一个 纵横的位置上呢 是不是 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了解这个和 知不知道 如果没有这幅地图 很多人会持怀疑的态度 但是有了这幅地图 发现以后 我们知道 郑河和他的舰队 在出洋以前 他们知道 不但知道 要去的那个国家的地名 名字叫什么国家 不但知道 这个路线怎么走 要走什么地方 多少天 要怎么拐弯 像海图一样 而且知道 这个国家 这个民族 在已知世界的哪个角落 就准确的 地理方位 是知道 就像我们今天 你要到美国留学去了 到哪个大学 到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 你要拿个美国地图来开 他在美国的哪个位置 加州 加州在美国的西面 靠着太平洋 太平洋的东海 在什么地方 在伯克利分校 在旧金山 就像今天一样 他能够准确的定位 那么这一点呢 我们讲的是 是正合航海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 一个地理 学的一个基础 三年以前 有一位英国的 业余的 这个航海史的研究者 他的名字叫 孟希斯 凯文 曼西斯 那么他做了一个 惊人的 这个 断言 他说 这个 这个正合不但 是伟大的中国的航海家 他的功绩 更在这个哥伦布 在这个大家马 在麦州伦之上 美洲也是他发现的 澳洲也是他发现的 那本书 他写了一本书 1421年 中国人发现世界 他写了这样 这样一部书 那么这本书 翻成了汉语 那么我们看了以后 这个我们 当然 大部分 严肃的中国学者 都认为 就是他 过于夸大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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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这样的 但是他的这个 他的这部著作中间 他把 这个 这个 会议将 李立代国度之图 公布出来 这幅朝鲜的地图 当然他不知道 在这幅地图之前 还有一个大明会 遗图 他并不知道这一点 那么因此呢 他断言的基础 就是正合在 在 在出洋之前 中国人已经知道 欧亚非三个大陆的 基本的形状 他这一点还是正确的 特别是他 他辨认出来 这个地图的最西面 非洲大陆的最西面 有一个群岛 有个岛画了出来 他就说 这个岛啊 就是亚索尔群岛 亚索尔群岛 在大西洋中间 是今天葡萄牙的 所属的一块领土 那么因此呢 就是最早 讨论这幅地图的 是 英国著名的 那个研究中国航海的 研究中国科技师的 那个专家叫李悦瑟 那么从李悦瑟以后 李悦瑟我去 1993年我到英国去的时候 我到李悦瑟的 大概有这么大的一幅照片 也不是非常精细 所以呢 李悦瑟 在他的那部书中间 对这个地图上的 任何地名 都没有一个详细的考定 但是他 可以说是最早 提到了 中国古代地图学 对人类 认识我们所居住的 星球的 这个意义 李悦瑟是 是第一个人 那么今天 除了李悦瑟 我们刚才讲的 孟希斯以外 比较重要的研究者 是日本京都大学 有一位教授 叫做 珊珊正明 他和他的一位助手 有年轻的女学者 叫龚继之 他们集中了 好几年的精力 来研究 在西方 现代制图学 观念没有传入东方 今天我们画地图 是以西方制图学的基础 为基础的投赢 地球的 怎么样是个球面 把它正确的表现在平面上面 这套理论都是 从当代西方传过来的 那么在这套体系 没有传过来之前 我们东方人 中国日本朝鲜 是怎么样画地图的 特别是大地理尺度的 这样的地图 他们做了这个 很好的工作 但是他们有一个想法 就是这个地图是 原帝国的地图 他们认为 那么这一点的观念 是和我们 不同的 我们经过仔细的研究以后 在今年夏天 我们开的会 主要的 学者得出的结论 就是这幅地图 是 元代中国民间 一些对 航海 对中外地理知识 感兴趣的 所掌握的地图 不是中国 蒙古政府 蒙元政府 官方的 那个地图 不是的 这是我们和 日本学者的意见 不同的地方 那么最后我简单讲一句 就是这一幅地图 加上我们前面讲过的 郑和 他这个家族到过海外 朝国盛 他的父亲和祖父 那么加上 中国世世代代的 这个 周师 船老大海军 所积累的 这个在海外航行的经验 加上元代 大规模组织 航海的 这个能力 加上我们的 宋元时代 留下来的造船的能力 这些东西综合在一起 成为 就是郑和夏西亚 这个壮局的 一个科学技术的基础 那么中国的 从元代 过渡到明代 那么我们 在中国境内 是一个王朝的 更替 那么当然也是 统治民族的一个 更替 元朝是 蒙古人做天下 元朝是 我们汉族做天下 那么在遥远的西方呢 在欧洲 就在 这个明初这个时候呢 欧洲开始了文艺复兴 运动 那么以后呢 就开始了大航海时代 欧洲人到了 东方来的越来越多 那么这个问题 我提这一点 和我们讲这个东洋和西洋 有什么联系呢 首先第一 就是大家经常讲的 郑和夏西洋 夏西洋 这个西洋指的是什么地方 为什么要讲夏西洋 今天我们又讲 成语中间拆穿了西洋井 不稀奇 是不是 西洋 就是我们 成为我们日常生活词汇中间的 常用的词汇的一个 那我前面讲到 从大航海时代以后 到达东方来的 这个这个 欧洲人越来越多 其中最主要的 进入到中国的 是一些 天主教耶稣会士 比较有名的一位就是利马洞 他是明朝末年 来到澳门 后来 这个进入到中国的 这个利马洞这个人啊 如果你去查 这个名史 名史中间对他有记载 利马洞说自己啊 是 来自于一个国家 叫意大利亚 意大利亚 意大利 那么是 从大西洋 来的 当然 利马洞这个大西洋 就是我们今天的Atlantic 那个大西洋 并不是正和 下西洋的那个西洋 并不是 但是名人的眼中 是很模糊的 他说他从西洋来 实际上呢 利马洞并不知道 正和曾经下过一个西洋 他只是套用了一个概念 你们中国在东面的海洋 我们在西面的海洋 所以我说他用了西洋 他说他自己来自于大西洋 那么 明朝的那些士大夫 因为看这个利马洞 确实不像我们中国 这个周围国家的人的模样 所以呢 士大夫真的有 既然从西洋来的大西洋 真的有士大夫去查 正和航海的资料 查来查去查不到 正和航海到了这么多国家 没有一个国家 叫做意大利亚 因此明示 这个外国传中间 有这样一段记载 这个查尔正和 奉旨永乐间下西洋 所立的诸国中间 并没有一个国家 叫做 这个意大利亚 那么因此 就这个人讲的 立马都说自己来自于 这个大西洋 那不是很令人怀疑吗 到底讲的是真话 还是假话呢 但是在中国境内 看着立马都这样的人 还看到过一些 看其总人甚多 像他这样立马都这样 长个大胡子 白白的 皮肤的人还挺多的 好像也不容不相信 因此呢 姑且把立马都讲的 他那个意大利亚国家的情况记下来 可见这个明 到了明朝后期 对这个西洋指的是什么 实际上是不清楚的 就是模模糊糊的 一个地理概念 当然 今天我们的学者 是要搞清楚的 为什么 正和要叫做下西洋 那么进行 人文科学研究 有个基本的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呢 我们叫做 我们叫做 节则而鱼 就像你在农村里面 有个养鱼塘 到了冬天 要把你的鱼要全部 这个补起来 要卖 那么很多人是用过抽水机 把鱼 把水全部抽给 鱼都在里面 历史研究也是用这样的方法 在历史文献中间 凡是提到西洋 这两个字的地方 我全部把它找出来 看看它的上下文 它到底指的是什么东西 那么这是一个 很基本的方法 那学者们呢 首先用的就是这个方法 中间有一段资料 有个很关键的一句话 就是明朝有一位 学者叫张谢 他写过一本书 叫做东西洋口 那么他呢 在文来这个国家 今天还有文来 是不是 那么就是 加里曼丹岛 古代叫做婆罗洲 他说文来这个国家 他说什么呢 他说文来呢 是东洋 尽处 西洋 所自其也 东洋啊 那么到文来就结束了 西洋 就 开始了 那么很多学者 顺着这个思路 来 这个 认为 东洋和西洋 是一个地理 区域的划分 亚洲 这个东南亚 海域 西台北洋 北印度洋 有一部分区域叫做东洋 有一部分叫做西洋 大部分学者都是随着这个思路研究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如果继续往前追寻 我们会发现 西洋这个概念出现的相当早 并不是明代 在正和那个时代 在产生的 刚才我们讲的东西洋口 那是明朝中期的一个东西 最早呢 在宋以前五代末 有一部书叫做西三杂志 这部书中间啊 讲到我们前面提到的 这个投降 元朝的福建的回归人 普世家族 普世家族啊 有一个成员叫做普有良 他五代的时候 他就到了詹城 在詹城那个地方 他担任的职务 叫做西洋转运使 他就有这么个职务 这就说明西洋的概念 那个时候就有人用这个词 西洋转运使 那么后来到了宋朝 他的这个家族的后人 有一位人叫普吉哈 后来还继续担任过 这个 西洋转运使 那么这是 这个文献中间的记载 说这个 根据这个记载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西洋的概念产生 远远的早于 这个 这个和那个时代 那么另外呢 我们看 元代的文献 在元朝 第六位皇帝 元成宗 就是忽必烈的孙子 那么时代呢 有一个地方 叫南海治 以广州为中心的 因为广州这个地方对外贸易 特别发达 所以南海治中间 有关 海外的事情特别多 这个元成宗的 使用的比较长的一个年号 叫大德年号 所以今天又把它叫做 大德南海治 那么这个大德南海治中间 提到了 有 这个小西洋 的概念 比方说 丹玛令这个国家 管领着 这个小西洋 那么 另外还有一个国家 叫三福奇 斯利维迦亚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智力福士 这个我们讲的 这个